在裡面吃飯 我有種很像在劍牢裡面吃飯 我沒有去過堅牢 但是我覺得走遊走 好像在吃牢飯的感覺 因為它的碗都是非常的... 監獄式嘛 大家好 我是不取悅的 Steven 他是夕陽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跟夕陽來到南大門 因為呢 這邊有一個美食是夕陽 非常想要試吃 我超想來的 就在身後 就是這個 帶魚葡萄 南大門它就是一條街 全部都是在賣那種帶魚跟 帶魚湯的料理 然後它就有定期有飯 有菜 什麼 然後非常的便宜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到南大門來吃 看看這個帶魚條街裡面的 帶魚定期 有多美味哦 來講廢話不囉嗦 就跟我一起吃飯吧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帶魚葡萄呢 就是在這個中央名品市場 它就在這邊 你只要一找到那路口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帶魚鋪通的照牌 哇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這條巷子雖然非常窄 可是一整條啊 全部賣的都是帶魚哦 他們就會把那個帶魚湯 放在這個瓦斯爐 放在上面滾 你看 它這邊還有烤秋刀魚啊 魚是這樣烤 然後它那個鍋物呢 你看 平時就是放在這個上面 你看 它在那邊烤魚 它就是在煮帶魚湯 辣帶魚湯 你看 一如五個 感覺非常非常的特別 哇賽 我們中間要隨便找了一家進來 怎麼樣 有沒有後舊的感覺 也不是說隨便找啊 就是有這一家跟第一家 那是人間比較多人的 然後我剛好看到它圖片 就是牆上的圖片 有一個增蛋 我想說 欸 嘿嘿嘿 它就繞著來了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點了那個 改日期聰明的上來了 它的內容物的主要是 一人一碗白飯 然後呢 這邊就是韓國的小菜 不能少的 這個呢 就是辣帶魚湯 然後這邊呢 還有乾的 就是單純烤的 辣帶魚 這個烤秋刀呢 是包含在這個套餐裡面的 這樣只是一個套餐嗎 就這樣兩萬四 這樣一個人五百多 還是兩個人 兩個人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還蠻合理的 西安呢 先來吃吃看它的鎮蛋 我覺得它這個鎮蛋比我們上次去吃烤肉的時候啊 是那個鎮蛋還要那一嫩一點 其實 再更嫩一點 好香 那首先西安呢 先來吃吃看它的小菜 第一次說是小魚乾的 喔 這個還蠻常見的 哪有 這個我很喜歡吃 小魚乾嗎 它是人的 對 我跟你講 這邊菜都是人不會有用的 小菜都是人的 接下來呢 就要讓西安來吃吃看 它的重頭戲就是煮菜 它其實會很濃 就是你可以拿湯汁挖一點魚肉 然後配給那個下面醬汁吃吃 它那個湯是可以喝的 對 它這個湯汁是可以吃到的 一般我會拿來拌 因為它這個湯汁我不知會比較鹹 不知道會不會很辣 它這個顏色感覺很辣 試一口就知道了 感覺沒有魚翅 好吃 它是有點辣 我現在吃到有一點點辣的味道 它其實你這樣直接單喝 還蠻鹹的 我覺得如果配搬吃 應該會很好吃 現在它這個湯汁是拿來給你一半白飯油 像我比較重口味的人啊 喔 離開上面 然後 拿一點這個魚肉 哇 你看 超漂亮 真的好好看 它這個湯 因為我愛吃啦 所以它這個湯這個魚 都會讓我實在是要趕快喝一口 我來吃一口 這個魚的鮮味煮進去 可是又帶用辣椒辣辣比較重要的香味 它這個辣肉很棒 真的 愛吃辣的人一定要來吃很可愛 那我來吃一個它的鯉肉 很膩 它這個湯很因為我覺得都算蠻辣 所以你每吃一口就會想想要把一口包包 所以你每吃一口就會想要把一口包包 哇塞 你看 它其實好像把一口包包包包包一起 嗯 怎麼樣 喜歡 這個吃超好吃的 它整個魚的鮮味呢 都燉入了那個湯汁裡面 然後配上那個 它的魚肉是很新鮮的 非常入味 然後配上那個辣椒一起吃 真的 愛吃辣的人一定要來吃我超愛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旁邊這個 燉的這些蔥 這是蔥 對 因為它整個都被那個湯汁吸滿跟燉入味 所以吃起來非常非常容易 而且非常非常入味 像它這個蔥如果配著白飯 這樣來上一口 我決定了 我要在這邊的門口 那個流浪汗在那邊一直煮 你要跟貓搶飯嗎 接下來呢 讓現在來吃吃看 旁邊這個煎帶魚肉 一人一條 哇 感覺還蠻大口 整個皮都撕開了 哇 那魚肉整片整塊就撕下來了 有加香的味道 因為這個台灣也是這樣子做帶魚 喜歡嗎 我覺得我本來就很喜歡吃白帶魚 因為白帶魚很貴 在台灣喔 台灣很貴啊 是喔 那這樣子 這樣子我兩個人吃這樣兩萬四 大概六百塊很重要 滿滿整個都是魚肉 嗯 好多 真的嗎 哇塞 你看看西亞吃的是超幸福 喜歡這邊嗎 我喜歡 帶回家 西亞非常甜心的幫我弄好這個魚 看上去比較好吃 帶魚來一口 造鹽 好香喔 對 但是我覺得比起這個煎的啦 你覺得吃這個比較嫩欸 而且感覺這個肉好像比較厚一點 好吃 真的好吃 湯國的食物啊 都是比較重型 但是其實在冬天裡面是有它的理由 因為這我在天氣那麼冷的時候啊 外面下大概是一度半冷 再一進來呢 馬上它喝上一口辣辣的 對 湯頭 湯頭超級幸福的 那西亞在旁邊 他簡直是把帶魚當作熱狗在啃 我的天啊 幸福嗎 好 我們吃完出來了 感覺咧 很好吃 但是好飽 對 它其實分量看起來不多 可是日常吃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魚好像會膨脹一樣 我覺得好像是因為可能有辣吧 然後再加上有飯 那你辣配飯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讓你有飽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它的碗都很大 事實上在裡面吃飯 我有種很像在劍牢裡面吃飯 我沒有吃過劍牢 但是我覺得總有種 很像在吃老飯的感覺 因為它的碗都是非常的 監獄式嘛 就是它的碗都非常的大 比較簡單 對 比較簡單式 然後都很大 然後又讓你感覺其實份量少少的 但是其實它份量很大 好像在吃蛙公的感覺 對 光中間那條 那個 鱷魚啊 那個 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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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 鱷魚 我們就吃超級久 今天吃一下你非常滿意 超好吃 對 其實非常推薦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吃海鮮跟鱷魚的觀眾 一定要來南大門市場的 鱷魚骨頭 一定要來吃很大 對 要仔細找喔 因為連我都沒有發現 在那裡 感覺... 那是一條街要走進去 我會把地址標在下面 喜歡吃帶雨的千萬不要錯過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加看起小鈴薰 你的任何按讚跟留言 對我們一樣都是任何莫大的 支持跟動力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